菜色粗儒 擺盤也很細緻 高雄這一家東歐餐廳的波蘭籍老闆娘 擁有烏克蘭協同 看到烏厄兩國開戰 她決定捐出每週營業額的10% 幫助戰爭中無辜的難民 台灣民眾消費響應 現在唯一能做的真的就是 固定每週來消費一次 把我們消費的金額 藉由老闆這邊 直接捐給烏克蘭的難民 我現在超級擔心我的兩哥哥哥 一邊手工包著水餃 一邊擔心哥哥 來台灣讀碩士的歐娜說 兩個哥哥恐怕都要上戰場 還是學生的他 想出義賣水餃幫助家鄉 烏克蘭的情況很糟糕 所以我覺得賣水餃 賺的錢 匯款到烏克蘭幫忙人民 現在大家都在那邊互相幫忙 就是昨天發生的在海口 在東部的一個城市 我這次很難過 我應該兩天前看到 連小孩也受傷 所以覺得很誇張 看著網路不斷上傳 烏厄戰爭的現況 歐娜真心祈禱自己微薄的力量 可匯聚更多正能量 讓這場戰爭早日平息 大愛新聞高雄綜合報導 有關